嗨 大家好 我是公關教主 林長均 好 長均老師 今天來為大學生解答 心中的煩惱和疑難雜症 好 那我現在的話 就請River Chir來提問 我其實最想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好懶得交朋友 可是我如果要成為公關 是不是又必須要有好的人脈 然後想問長均老師 我怎樣才可以在建立好的人脈 在公關 其實你要如何建立好的人脈 你其實隨時隨地 你都可以建立好你的人脈 譬如說你今天從你家門 走出去旁邊CV日本的小哥 你就可以每天去買咖啡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小哥就是多嘻哈 然後多聊天 搭訕的意思 也沒有特別要去搭訕什麼 就是打個招呼 對 你可能就建立 從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建立一個很好的人脈 你之後選林長 就可能很好被選中 真的嗎 如果說你要在職場上 你要想找到好的工作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你跟你學校的老師啊 或者你跟你上級的長官 你要保持良好的關係 那這個對你以後的未來的一個發展啊 你知道老師們 都有很廣大的一些人脈 他隨便這樣子 幫助你一個小小的一個引件 哇塞 你就已經直接就是 跳過很多的門檻 進入到最好的一個 你想要的一個環境 是的是的 那以後拜託上去要吃過飯吧 好沒有啦 戒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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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是一定要的 好 所以人脈真的有配合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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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